超过百人滞留在断水断电 山路受阻的升旗山长达三天 当局才展开救援工作 引起了外界疑问 升旗山机构总经理实理性解释 其实在暴雨侵袭之后 他们在星期六凌晨就上山了解情况 并和受困者保持紧密的联系 之后在适当的时候展开救援行动 完全没有拖延的意思 他们说如果是有食物 还有住宿那边没问题的话 我们再放心说 在下一步的去了解 登山的那几个hiking trail 然后确认了这些小步行道 或者是hiking trail 真实的安全 我们才说也放心了才上去 第三天我们就开始已经做了决定 就以很大的用 就当作是个救济行动 rescue operation这样子 升旗山是冰城的热门旅游景点之一 如今缆车和轨道遭到土崩落石和树岛所破坏 而当地又即将在学校假期迎来大批游客 施理新指出缆车和轨道的修复工程 需要至少两个月的时间 因此缆车服务将受到影响 在未来可能我们要三四周之内 先把轨道先清理 就是土崩石头全部要清理掉 然后才能够说缺失的去 去看到严重性有多大 我们的损坏的严重性有多大 然后才去决定说是怎么去修补它 施理新透露 另一条从植物园通往升旗山的 博游路也发生土崩 他们将尽快完成清理工作 让四轮驱动车恢复通行 NTV七宾厂采访报道